对吧 那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法国经济不好呢 就是 不过但话说回来 这个也有时候 也可以跟公司制度是相关的 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 华尔街也是个如狼似虎的地方 那那些交易员通宵也是很正常 可是你看很多的大的投行啊 有些国际投行 他们是公司很明确规定 至少比如说平常996或者11 71就也就算了 但他们会有明确的规定 当你在休假的时候 我见过很多投行 很多包括四大会计师 行都是这样 你在休假的时候 公司不准跟你发邮件 公司任何人不准发邮件 你打邮件回来他们也不理 就是你放假是纯放假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很慎重的 比如说你跟那些人打交道 他们一定会告诉你 我几月几号到几月就要放假 他这个不是只是客气 说你找我有困难怎么样 而是真的告诉你那段时间 我什么都不接 但是问题是现在 这个是说你公司是做得到的 哪怕是美国已经算很劳动力很高 很勤快的一个地方 他都能做到 但是很奇怪 就像家辉刚才说的 你说在欧洲 我真的就见过那种例子太多 在尤其南欧 太平洋 北岸那些地方 一些游客们去度假的城市 你知道那些欧洲城市 就像你刚才讲巴黎那个情况 其实他们像什么呢 我感觉其实像八十年代的中国 你回想八十年代中国也是那样的 我那时候作为香港人 我到内地印象最深的就是 五点多六点多 这个百货公司 那个友谊商店或什么商城 你到底是想的吧 全部人欢呼 你本来也是要买东西 他就不理你了 胜利大逃亡了 大逃亡的那个阶段 然后呢 后来呢 现在才变成这样 然后我们说到南欧那些地方的 华人啊 移民家庭 我真的见过这种例子 整个城市什么店都不开 星期天 人家的规定就是这样 人家社会规则就这样 就他开店 他开店 你说他要交罚款 或者交多点税 他照交 为什么呢 他觉得赚得回来 怎么赚呢 他本来是开洗衣店 我星期天的时候 我不只是洗衣店 我还是个杂货店 我啥生意都做了 星期天就只有我开门 那任何人来 而且是游客 而且现在是华人游客多吗 不是中国人多吗 都去帮衬 所以他赚得更多 然后最后呢 有些地方闹得很矛盾的 然后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看到大家网上的反应是什么 你知道吗 大家反应的是 为什么 不是说我们为什么那么热爱 加班赚钱 而是去问 为什么那些欧洲人这么懒惰 为什么这么懒 所以我也听很多欧洲人跟我讲过 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么贪 他不讲这么勤吗 我分享一个就是可能 我等着你们骂我的 就是刚才我们都在批评这个事情 但是反过来 我说一个就是 其实从我们都讲的是人性关怀 但是从有的时候 我觉得人的生理机制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其实你如果一段时间内 一群人一起干一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种快感的 对啊 就是真的你为了完成一个目标 其实你不眠不休 包括你写小说比如说 对吧 你不眠不休 我以前我也试过 就是办公室摆 就摆三个椅子 就在上面睡啊 睡两个小时又起来写 或者又干 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 当你有一个目标 想完成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种 这个带来的身体上的快感 我最近不是在拍一个 就跨文化的教育纪录片吗 我去到那个日本有个幼儿园 我看他们半天 那孩子的运动量大极了 我问那个园长 我说你们孩子累吗 他说我们这不叫累 叫完全燃烧 他说完全燃烧之后 他说我们要学会 完全燃烧之后 他说身体 对 他说之后你身体有这个喜悦感 我说完这里就是说 你看人是很容易被洗脑的 你告诉你的员工 这些道理都会被洗脑 来 录下来 我们团队就普遍燃烧不够 对 没错 烧着没有 你还有人家两头 所以你看 我跟你说 这个任何事情都要辩证地看 两方面 就是为什么我最近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 我不知道是苏格拉底还是谁说 就未经 苏格拉底 对吧 不是说奋斗的人生不值得过 而是说未经审视的人生 是不值得过的 就是我们都有过那样的经历 加入一家公司 老板有时候很会忽悠 家伙一下就给忽悠过去了 为了他的理想 一将功成万古库 可同样反面的情况 就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有时候这老板是个不靠谱的 但员工可不就这样吗 那么其实你在那个时候要分辨 有的理想 我审视过 我觉得我们老板这个理想 确实造福人类 造福世界 造福我自己 我选择 我愿意加入他的梦想 那这是你一个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的选择 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 是老板特别会忽悠 忽悠的吧 也不大给钱 对吧 最后呢 说的这个员工 甚至我们见过 前几年那个报纸上 还批判呢 那都有点 那个成功学啊 有点那个催眠了 甚至光说都不行了 哎 你觉不觉得有些老板特会演讲 我自己有体会 哇 在当时啊 我都是出了门之后 我才冷静下来 真的 当时听 我都恨不能跟着他去 有的老板 就是有这种人格魅力 你知道吗 但是甚至就是员工 你看喊口号 每天早上 他那就在燃烧啊 可以审视的人生是有选择的 很多时候你审视完了 你也没选择 你不得挣钱工作 对 所以我说还是你当你听的时候 梦想不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呢 你应该审视 你准备怎么 对啊 所以问题就是那是不是你的梦想 老板的梦想 是不是你的梦想 有时候听着听着 我就觉得那也是我的梦想 这就是你刚才讲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种经历 我已经七十一的生活 过了不晓得多几十年了 但你是你自己老板 对 我从来是我自己老板 我从来 最重要的是 我从来都在干我爱干的事情 你觉得工作就是快乐的吗 我很快乐 我这么多年 你说 我这么多年 因为我的工作 就是比如说 我读书是个工作 你想快不快乐 写作 做节目 跟人沟通 我做的这些事情 都在追求我的理想的实现 所以我一直很快乐 但问题是什么 假如你是一个公司的话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 那你们的理想 加总起来 是不是能够合在一块 或者说你的这种理想 跟你的员工 是同样的理想吗 你是要洗脑他们呢 还是说 你的员工本来近来 当初也就是有同一个理想呢 还是怎么样 我同意 现在很多互联网大佬讲的 如果你员工抱着热情 抱着理想 实现自我 这个想法其实没有错 我觉得更多时候 他们讲的是他们自己 我相信那几个大佬 都是真的是有理想的 他觉得他再累 他觉得很快乐 因为他在实现自己理想 但问题就在于 你的员工呢 假如你不是为理想 那很坦白讲 问题是你在出卖劳动力 来获得报酬嘛 我不晓得你说的是谁 这是大佬 那可是后来他们也有所补充了 他们说那个 他说的当然不是制度 他也觉得说 不应该是制度 也不可能是制度 是违法违规的嘛 另外纯粹做的商业来说呢 他说也是不行的 行不通的 因为当你这样的话 这样来剥削劳工的话 他们会跳槽嘛 我们谈了我刚强调说 不要忘记有剥削这回事 还有不要忘记 现在的美好在于什么 有一个叫做market市场 有市场 你可以跳槽 他说你这样 要人家996 你不可能留住人才 那你企业一定失败 所以说他强调的是 你的热情吧 完全人 但讲到这个市场 是被几家垄断的呢 对啊 没错啊 然后大家都这么干 所以你就无草可跳 是市场的健康的问题 对 他有些这个成功人士啊 我特别能理解 好比说富一代 对吧 你说这个人 这个发财了 对吧 绝对有凭运气的 但是呢 老实讲 我活这么大岁数 没见过一个 我见过的 每一个发了财的 都能给你讲出一本血泪史啊 不是 他是比你走运 还比你勤奋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他有过人的财富 他必有过人的代价 那么你想 像这样的一个父亲 一个富一代 当他见到他的孩子说 哎 我不想加班 我不想努力奋斗 那么他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他肯定 他人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产物啊 你要想像我这样成功 孩子 怎么可能不付出血的代价呢 对吧 他就这样说 那么 可是 这就像有些父亲 很难理解这个孩子 说你怎么学艺术 是吧 那玩儿将来能当饭吃吗 对吧 那里面可能文涛有个性别问题 因为你刚举例说父亲 我也经常会反省 你说什么 审视 审视 因为我觉得太辛苦了 每天要工作这么长时间这样 不值得 那生命就应该要来享受 所谓享受不一定适合玩乐看韩剧 他从事到文学的创作艺术的心想 那可是我就会问自己 假如今天那个不是女儿呢 是儿子 我就会说 你这个宅男没出事 赶快给我去做工作 你不要想着拿我的钱 我告诉你 我一定要来买法纳利 不会留给你的 然后要这样来 那你的儿子要说 我的人生理想是做个流浪汉 就像前一阵网上围观的 那个什么一个国学的 他不是也想去买房子了吗 说红了以后说要买房子了吗 社会一关注 对了 假如是这样 我当然就是会生气 我刚说假如是女儿 我就好像觉得无所谓了 你就享受人生 那可是说话说回来 不管是男女 那我觉得就算那些成功者的语言 我们觉得有时候不公道 不完整不真实也好 可是对于你做的事情 有热情 那是当然最重要 像文道 从年轻我看着他 写作思考演讲 像我自己也是 我们年轻的时候 很容易听完一句话 就在大脑里面 挥之不去 我徐来岁听了一句话 坦白讲 真的影响我走一条路 是什么路了 那句话就是 基本上从读者文哉一看 我们要年代路看读者文哉 名言 那句话是说 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 我要做一只羊 吃草 在草原吃草 是羊的生活 也是羊的工作 也是羊的喜好 热情 我就听进去了 看完看进去了 我就想我以后一辈子就是这样 我受不了 我没办法容许自己 好 我今天九九晚六 是为了赚钱而活的 六点之后 我就才做我自己喜欢的 我没办法容许自己 过这种生活 所以基本上我还是选择 写作 研究 教学 每一个都是我喜欢 当然也有阴暗面 后悔 要经常在家里 写作什么什么 没有理由跑出去 那要整天在家里 就搞矛盾了 羊的命运就是要被人 他鞭子抽 我觉得很羡慕 那种可以到处跑的 可以做生意的 老婆我走了三天不见人的 所以这个真是涉及到 我觉得涉及到 一个哲学问题 就是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 就是你的该怎么样活着 到底是你自个儿选的 还是你身不由己的 你比如说 我那天在网上看篇文章 还是我们武汉大学 一人写的 他首先是受了一个刺激 他是个白领 然后他说有一天 我跟一个送外卖的同电梯 然后这个送外卖的呢 可能是上电梯之前呢 在打电话 大概给他家乡的女朋友 在打电话 不知道他家乡这个女朋友呢 说了一句什么啊 然后呢 突然间这个这个送外卖的 这个小哥就咆哮起来了 就说你别以为 这个城市里的白领啊 有什么了不起 他们挣的钱 一个月跟我差不多 你知道吗 你以为他们是什么 是什么了不得的人 我估计是不是 小妹妹有点想看白领啊 是吧 然后好 他就由此一下 产生了个兴趣 就做了个小调查 他发现呢 的确在北京上海 一个大学生毕业几年之后 你的这个工资 说什么最多一万吧 八千到一万 反正就几千块钱 后来他看这个外卖的那个骑士 那个骑士啊 其实真的是 甚至比他挣的还多 如果要接的单更多的话 那当然 三分钟有钱挣该多 所以他由此发现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他说 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 你看 他发现这个白领 就他 他说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啊 他说我们呢 挣几千块钱 在北京上海 我们愿意花三分之一的钱 租房子 当然也是很小了 但是毕竟就是说 愿意花到两千块钱 三千块钱 甚至就收入的三分之一 用来每个月租房租 他说那个往往很多送外卖 送快递的 他们的想法也许不是留在这个大城市 他是到这来挣钱 所以呢 他虽然挣钱跟你这个小白领差不多 但是呢 他可能就到那种群租房啊 就五百块钱一个床位 就像你说的劳动法 人权不允许这样 可是某种程度上 他自己要这样 他要用最少的钱 干这几年 把钱攒出来 我可以忍受牛马一样的 这个环境生活 这就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在未来的嘛 他永远觉得我未来 投注未来 对 在将来挣足了钱回家了 盖 有的人 快递小哥给你看 家乡盖的大房子 对 我在这儿熬几年 回家 我家里费用就是这样 在香港的外用就是这样 我家里费用 前面一个费用 在我家干了八年 然后离开的时候 哭啊 抱着就哭 哭了好久 抱着好久 然后就说 之后呢 他就哭完就很高兴了 拜拜啦 老板 我回去我家住了多少平米啊 住了这 我家五百平米 还有个花园什么 我还见过 回去盖泳池了 对啊 他说你就继续享受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中国孩子 延迟满足能力低吗 真有这延迟满足能力强的 我苦干十年 苦干五年 我为了攒一笔钱 那么但是这五年之内 我可能就996啊 甚至81168呀 对吧 你刚才还问 对 对你刚才还问说 他们有 就人有没有 这个自由选择 其实我现在看到 还有一种 就是年轻人很自由 但是我不知道 那个是真自由 是伪自由 就是我碰到好多 就是现在大学毕业 他不找工作的 他干就是那种 就是part time 或者做 跟你做一个项目 跟他做一个项目 所以鞋杠青年 对 他们还不仅仅是那样 他可能什么都干 不一定他有这个鞋杠的专长 就是什么都干 他就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去找一个 坐在办公室里 跟你 就是我全部卖给你 这么一个工作 他觉得这样 我可以掌握时间 但这样其实有时候 他更累 可能他坐在这个泳池旁边 他还在拿电脑 给你干活 对 就他玩不了 就工作生活更分不清了 还有一种 在中国的农村 我听说还有一种人 或者是他们在 就是刚刚到 到这个城市里面 有种工作叫水猫 就是说他今天 他什么都能干 今天给你干 那个泥瓦酱 明天给你当个群众演员 再或者 这些人也不找工作 他干完一天工作 他有一天的钱 就去买酒盒 或者他有一天的 这个就是这个享受 他们觉得现在的 就是现在社会 可以支持你说 我不需要跟你 有一份长久的 这个合约 我可以活下来 那我为什么不活的 不那么紧张 但这个呢 是这个其实 不只是中国这样 世界到处都有 这种所谓的 零散的工作的状态 或者临时合约 下面工作状态 这个状态是两面的 我觉得一方面 你可以说 我好像让这个员工 我活得很恢复自我了 比如说我很自由啊 我不帮任何一家公司打工 我爱干的时候就干 不爱干的时候就不爱干 而且我能干 很多要不同的东西 哪怕工作 有时候这个工作 可能钱少一点 但我掌握时间很快乐 这种东西要是多了的话 它的另一面是什么呢 就是公司本身也在改变 今天越来越多公司 喜欢聘请临时工 你想想聘请临时工 好处有多少 假如我们公司 把全部员工都换成临时工 首先你那个 所有的保险 社会保险这些 整个成本就降下去 就等于香港 那种公积金降下去 等于现在大学 不就特别多 临时约的这种讲师教授吗 那所以你整个人力成本 更压低 然后呢 你没有任何契约绑定关系 就更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看 你这个员工不错 我请你 后天觉得不行了 说不跟你去 就不跟你去 我没有任何义务跟责任 因此呢 这个东西是两面的 一面就是你会觉得 你好像自由自在了 另一面是对资本家来讲 他也自由自在了 他更可以不负责了 对 没错 那这个是不是真的 对员工更好呢 那里面还是有个 市场的问题 供求的问题 当你好像 只要我把你除掉 要再找人 我找得到 这种状况下 对于资本家才好 不然的话 你不愿意 他当然有合约绑定你 对啊 不然我用以前的 八零年代 在之前的日本 韩国 常约终身聘用 对啊 我还需要里面 除了说里面的 劳动力的供求问题 还有一个 我刚一直强调的 价值观 忠诚 我需要你的忠诚 我需要你的 你的荣誉感 除了因为 我相信忠诚 对我们做的事业 有帮助以外 本身那个老板 也享受忠诚的感觉 而不是永远 我手下都是 雇佣兵 我的马家军 豆家军 什么周家军 那有那个 我自己人 那种荣誉感 里面具体的制度 剥削市场有 可是价值观 忠诚 荣誉感也有 那这个 你比如说 要 你比如说 要叫我想啊 你们觉得这样 是个好坏 就是说 工作 对我来说 不一定是快乐 那我是个 觉得是个劳逸 但是呢 我也不是 遗产继承人 我如果不做 对吧 我维持不了生活 所以呢 我要做 那我要做呢 我早年间 老喜欢听香港人 说打工仔 我挺认同这个的 就甭给我讲什么理想 打工仔 我一样 比你干活不含糊 因为我 十人之路 中人之势 对吧 拿了人的钱 对得起人家的收入 不说是 你选择了这个职业 活就得干到位 对吧 那么 我甚至为了做一个活 我无限投入 但是无限投入 我发现挣得太少了 或者说我身体不行了 你看前些年 我的选择就是我不干了 我不干了 我不能做 甚至有时候公司跟我说 你不需要这么认真 谁让你每个星期 熬两天夜的 但是我说 对不起 哥们靠这吃饭的 我要听了你的话 有些时候是公司允许你 粗制滥造 你知道吗 我说我要听了你的话 粗制滥造 我吃亏 长远来说 我这个饭碗 我吃亏 所以呢 我宁愿不做 那你说 像我这种怎么样呢 就等于打工仔哲学吗 就是 我 咱们讲这个专业 就是 你要对得起你的工作 对得起你的收入 然后你要觉得不行 那么 其实选择很冷静啊 不行就撤吧 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 在人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不就是一个 生存选择吗 你这种状态 根本不属于我理解的 打工仔的状态 因为在香港 打工仔的意思 除了有个 没有太高的收入以外 其实也不是强调它的专业 刚相反 我教你一句粤语 叫做什么 什么都不知道 人工就叫打工仔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就薪水 人工 人工照之 收资嘛 收入嘛 什么都不知道 人工就 那这种打工仔 是我的偶像 这种就是打工仔 可是像你那种 拍出来的影像 每一个要给它修订 PS等等 那这种叫专业 你追求你的专业 我觉得也甚至不仅是 那个说 什么长远来说 对你好 是你自己不甘心 你比如这样做 不这么做就不舒服 睡不觉 像我写作 你怎么写 我到这个地步 我都能卖的 我都红的 谢谢你刚才提我小说 这写第二步 龙头奉尾第二步 放心 我们看了一下 大家多关注 放心 他会剪掉 靠尔维码出来扫 那个所以说 可是我睡不着 我不把那一句话 突然想起 要重新改 所以是专业 不是打工仔 那老板多想要 这样的员工 那问题是老板 这样的人都当老板了 好不好 我们最喜欢这样的 你给多少呢 那你说多少吗 因为真的 真的专业态度 我觉得 是另一回事了 这已经是 另一个层面 另一个境界 因为真的有人就是 这种专业 不一定是 所谓高尚专业 就哪怕我真的见过 有那种 替人做装修的 有一些 替人做装修的 我以前认识过 这么一个装修师傅 他自己有小公司 他赚不了大钱 他会做到什么地步 那简直上 我觉得匪夷所思 人家 请他干这个事情的人 给了这些钱 要跟他说 用什么 他一开始先报好 用这些材料 怎么样怎么样 可以 没问题 他做着做着 发现这个材料 原来退步了 他原来定这个材料 不如以前 他们用的那个 那么好了 就同一个厂牌 材料不行了 他怎么办 他在买更好的 但是问题是 买更好的回来做 人家没这个预算给他 没关系 只有这样的 财伦做到你 那财伦就要做得好 然后所以他就 他们公司没怎么赚钱 他们老这么干 但他就是 你觉得他真的热爱装修 你知道 他就真的觉得 是那个东西不平不起 他就不舒服 我心上这样的人 真有这种 他讲究 但是你觉得 这个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 是不是一种很奢侈的 但是这个不就是 今天一天到晚 也在讲什么 匠人精神 是不是 不是 我的名言是 不是你甭过讲什么 老板 你的理想 你的情怀 我不需要听那个 雇佣军打仗也玩命啊 对啊 对吗 问题是你拿什么价子雇我呀 是这个问题啊 但是当然人也没有 嫌自己挣钱多的呀 没有 就算你这样想嘛 文涛 就算他用高价雇你 你也是可以 不做到那么完美啊 不像你是追求的影像 不像文道说他朋友这个 可以啊 可以不这样做的 还是收很多钱 所以呢 我说不用太替年轻人去想 当他们有一天找到 自己真的热爱那个事情 他自己就会这样做了 就会像你那老板这样 他不甘心啊 睡不着啊 他就像打游戏一样 就一定要打到他自己的通关 他的目标啊 他的高度 他的理想 问题这样 你倒过来看呢 假如他斤斤计较 在于说那个工作的状态等等了 其实他真的还没找到 他的热情 燃烧点 找不到他的基点 也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 就是我完全能够理解 甚至认同 就是工作就是苦意 那么有的人一辈子 他就是大部分时间在工作 然后呢 希望或者换得一点 业余时间的人生快乐 这是很多人的生活选择 热爱的事太奢侈了 就是这种工作形式 现在越来越少了 其实现在整个经济的状态都在变化 你刚刚说雇佣军也给你完命 我现在我后来想了一想 你如果说的是像在瑞士那种 那个雇佣军他完命 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太穷了 他能去沙场上 就是爸爸能跟儿子打 就是各为其主 那是因为那时候太穷了 他没有选择的时候可以 但今天 其实好多时候我在想 如果就一个年轻人 他大学毕业 或者是他放弃了买房子这件事的话 他其实挺容易活下来的 就像日本低欲 对 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事情 我没那么高的欲望 行不行 最近他一说这个我想起来 我最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要不说可能上岁数了 我觉得我以后不努力挣钱了 就是说差不多就行了 因为我看 比如说我的有些个 已经发财了的朋友 他们已经从竞争 老板们竞争的战场上 退下来了 喝喝茶 焚焚香 对吧 那么他们说的就是说 我觉得人应该知足了 我已经很多钱了 当然我也不能完全说无欲了 对吧 我现在要是能够再有一个 几百平米的一个工作室 放我的收藏 那我就没有别的需求了 我听到这个 后来我想我自己 我说 哎呀 我也觉得我应该知足了 但是我要是能够再有个 这个三十平米的储物室 可以放一些我的杂物 就没别的要求了 后来我就在那方下想 我就发现了一个骗局 就是说 不管你挣到什么程度上的人 当然咱说贫困县以下 联合国公司贫困县以下的 那就为了生存而挣扎 这个没得说 但是往往满足一些 中等收入以上的人 其实你发现没有 你的焦虑 你的欲望 给你带来的心理感受 差不多 那么我就觉得 那我何必要挣到他那么多钱 不外乎就是他要个几百平米 我要个几十平米 那反正到时候我也会有所不满 今天也会有所不满 但是就这么着停住了 就停住了吗 不也可以吗 当然可以 所以为什么你刚才不是一直讲 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吗 他审视完了才觉得不值得 而且我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 就是说 凡多挣一分钱 自由就丧失一分 当然了 真的 这是一个你自己跟社会的交易 而且这种审视是应该要深入到自己的欲望 对 因为人的欲望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消费 我们说我们都有很多消费的欲望 但消费是什么 消费其实在某意义上讲 它是一个文化行为 而不是一个满足物质的一个行为 因为比如说你买一个买一个这个箱 买一个这个什么 你其实不是为了那个箱吗 你是为了那个符号意义吗 比如说你为什么买一个车 这个车坏了个标 又为什么值得那么贵 这都是符号意义 所以这种欲望是不会停止的 它是会不断继续的 假如比如说 比如说讲收藏 我自己最切身的例子就是 我以前也很喜欢收藏书啊 我买一堆书 然后也讲究版本啊 这个那个 我小时候也急过油 我一堆这种事情 但后来我全都放弃掉 就我这收藏这干嘛呢 包括我现在书 其实都买的比以前少多了 那就是因为 我现在这些东西我不会看得完的 然后我为了什么要拥有它们 这种拥有的欲望本身 其实是值得被反省的 是可以放弃的 是可以被改造的 所以你看这个 咱们这么聊下来就发现 人呢真是太多不一样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 就是都应该审视一下自己的活法 是不是自己要的 然后你看剩下的 其实圣贤们早给我们找出办法来了 契约社会嘛 对吧 唯一我们的最大公约数 就是契约吧 咱也甭说你的理想 我的理想 咱们在一个统一的一个值上 能达到平衡 咱们就签这个契约 但是当然这个又有最开头说的那个问题了 我不愿意加班给你签个契约 你也不能让他加班 你让他加班 那我又不高兴了 要拒绝的权利 你不能说 今天太不像话 你看违反古训 孔子就讲过 人不996死而后绝 所有的欲望 可能你说的都能放弃 有一种欲望最难放弃 就是改变世界 我觉得你跟大老板的区别在于 你的欲望是可以放弃的 而改变世界的欲望是最难放弃的 我非常敬佩他们 他们改变世界